这个法医正在解剖一具尸体,他拿出一个肉呼呼的东西称重,突然听到有什么动静,刚要走过去查看,身后的盘子又发出了声响,于是他慢慢地走了过去。 那这些虫子为什么会寄生在人的身体内呢?一架从柏林飞往美国纽约的飞机准备降落,皮肤白嫩的空姐提醒一名乘客不要使用电子设备,这个长矛画重点后面要考,突然收到紧急通知让他到后舱查看,同事告诉他地板下面有奇怪的声音,飞姐表示不幸于是打开底舱门查看。 就在关上门以后,一股神秘的力量开始冲撞地板。 镜头转到机场塔台,一名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场,这架飞机无论怎么呼叫都没有任何反应,老B再三确认无果后,马上来到飞机所在地,发现飞机引擎全关,并且机身冰冷,老B意识到大事不好,赶紧叫疾控中心和国土安全局来现场调查。 此时我们的男主伊福出场,他就是疾控中心的手习官,目前和妻子闹离婚,俩人正在为争夺孩子抚养全伤一时,伊福接到搭档诺拉打来的电话,诺拉告诉了他机场的事情,让他赶紧过来。 伊福来到机场,国土安全局对他说,探测已检测到210名乘客无一生还,这肯定是其恐怖袭击事件。 伊福则认为是寄生虫爆发或者是传染病,他决定带人进去查看,此时画面转到曼哈顿的某处街道上,一个老头从电视新闻上看到机场的消息,知道飞机是从柏林起飞的,随后就来到地下室,拿起一把奇怪的配件,老头叫老亚伯,他似乎知道些什么。 一阵自言自语以后,瓶子里面的标本开始震动起来,老亚伯在瓶子里滴了自己的血液,标本中瞬间钻出许多虫子。 小伙子都要抵 perk tmus市阳监,不可靠按钻了封印那份卫茸和神朝可以